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农村看世界 看见新农村 舌尖上的农村 走开啦 欢迎收听青农市集onair 我是大米 感谢你在影像声光效果如此爆发的年代 还坚持听广播 固执地和大米一起关心农村价值 关心农民的生活 在我们一起固执 相互陪伴的路上 会发现一点都不孤单 全世界各地都有人 努力地将农村的文化与智慧保存下来 这样的故事被拍成纪录片 即将在公共电视频道播出了 这个系列名称就叫做农村的远见 即将从明天 也就是12月4号开始 每周二晚上10点 在公视主频道播出 这是由曾经策划制作 城市的远见的林胜峰 和刘松导演合作 他说台湾要变成进步的国家 此时的重点在农村 如果台湾能够盘点农村既有的资源 深思熟虑地投资农村 我们会变成很好的国家 今天节目中还会继续深入了解 这个纪录片将带来的惊喜 而在每个月第一周 也是我们关心国际农业新闻的时间 交给一边种水稻 一边读国际新闻的农友蔡雪清 为我们编辑播报 我们常听到人权这两个字 也或许懂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人应该能够自由生活 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食衣住行等 但各位应该没听过农民权这样的概念吧 农民不就是人吗 需要特别强调他们的权利吗 农民权这个概念或许还没有普及 但今年11月 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 已经通过了一份叫做 农民权与乡村工作者权力宣言的政策 联合国因此将请求各个会员国在国内政策上落实宣言所提倡的内容 那么我们来了解农民权宣言的内容之前 首先要了解背后的动机与社会脉络 近20年前提出农民权宣言的国际农民组织联合农民之路 对于这个背景有如下的描述 目前农民在不成比例的程度上遭受饥饿与贫困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 全球8.21亿饥饿的人口当中推估有八成住在乡村地区 这些人特别弱势也常遭受歧视 他们有的被迫搬迁 也缺乏基本资源 服务与销售市场 那些服务工业化农业的政策 让小规模农民不断吃亏 但是小型生产者生产全世界七成的食物 而且在气候变迁的应对与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上 小型生产的农民其实扮演着关键角色 在这个多数国家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农村与农民权益的年代 农民的权利如此受到联合国的肯定与支持 别具异议 虽然宣言即使通过了也没有具体法律效益 但它将会成为各国立法的参考值 成为农民争取权利时的重要依据 有关农民权与乡村工作者权利宣言 内文有28条 无法一一陈述 但里面涉及的相关权利 包含使用与取得土地以及自然资源的权利 农村性别平等相关的权利 在安全健康的环境工作的权利 包含有权利不使用或不接触有害健康物质 例如农药或农业污染源 国家应该执行相关政策 来达到永续土地使用 与保育目标 包含生态农业 还有农民对于种子的利用 保留与交换权利 都必须受到保障 最后农民、渔民和牧民的传统智慧与文化 应该被保护与推广 仔细研究这个宣言的内容 不难发现各个会员国的现况 都有许多不及格的地方 而这个宣言通过了 也不可能快速改善农民与乡村工作者的处境 但是农民权利宣言所叙述的内容 获得了大部分联合国会员国的肯定与支持 可见世界各国有开始重视与保障农民权益的趋势 不过参与投票的170个国家当中 有49个不表态 也有7个国家投反对票 包含美国、澳洲、纽西兰与英国 世界的农民是否有一天 能因为农民权宣言而带来真实生活的改善 又或者只是空欢喜一场 除了持续观察之外 也更需要靠提倡农民权利的各种团体与单位 要求政府以宣言内容立法或执行政策 才能真的看到农民权实现的一天 以上新闻由蔡雪清编辑播报 走读留村小旅行 走读农村小旅行 农村超好玩 在宜兰种田的科学家林芳怡 最近和深沟村驻村艺术家田文社合作 扮了一场真猪鼻 真有意义 很有意义的钓鱼比赛 这两位呢 常年是以友善耕作种水稻 基于想要对农村有更深远的认识 就借由钓鱼活动 来认识过往的农业 对于环境和生物的影响 进而也希望能规划一个 能同时兼顾生产 生态和生活的友善农业的蓝图 果然一呼百应 这一场深沟钓鱼大赛 继水域生物年度盘点 总共进行了9天 从11月17号到11月25号 短短9天内 竟然累积超过2000笔的观察记录 不过发现大多是属于外来的鱼种 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比赛方式 它是结合一款生态调查工具 手机的APP叫做iNaturelist 大家可以记下来 或许你也可以用得上 i-naturelist n-a-t-u-r-a-l-i-s-t 这一款APP工具可以让参赛者 随时可以拍摄鱼的照片 上传记录时间和地点 接着再让生物学家进行辨识 记录下深沟地区的鱼种 分布的现况 还有进行分析 尤其他们也强调 这一次钓鱼比赛是以生态调查为主的 尽量要降低对环境的干预 也规定要使用无稻钩的鱼钩 减少对生物伤害 还有禁止电鱼毒鱼的这一类的行为 哦对了 既然是比赛当然有奖金 首奖的奖金有5000元 而首奖指的就是记录到最多的物种 而特奖是奖金2000元 是记录到最多只 这个区分也是蛮有意思的 到底最后奖落谁家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2月9号中午12点 在山沟钓鱼大赛 暨水域生物年度盘点 这个脸书专页会公布答案 大米发现这个活动进行期间 村子里也有很多老人家 会慢慢回忆起自己小时候 田里啊西边啊随时都能抓到 像泥丘小虾碾鱼鱼鰻鱼鱼毛蟹还有乌龟等等 虽然现在已经几乎看不见这些台湾原生种 但像这样还能保有安全干净的水域 可以抓鱼抓虾的农村在台湾也是越来越少了 就像公事即将推出的纪录片农村的远见 导演刘松他就说 农村真的很可贵 我们为什么不珍惜它呢 所以我们就跑遍世界各地的农村 为台湾的观众做点功课 让观众体会它的可贵 待会节目第二段 大米邀请这次负责农村的远见 纪录片企划工作的宋若珍小姐 来谈谈纪录片的幕后故事 以及对他人生带来的巨大转变 你正在收听的是青农市集On Air 我是大米 明天开始在公事即将上映的纪录片 农村的远见 拍摄团队跑遍了台湾 日本 印尼 德国 荷兰 还有美国 收录了十个农村发展的最佳案例 这十个农村 地理 气候不同 文化 历史不同 规模 经营方式各有特色 负责纪录片的企划统筹工作 宋若珍呢 他认为 唯一共通点就是 他们都在诉说着生存的故事 从若珍参与的角度 结合他在宜兰物能的经验 有很多目前幕后的故事 值得和大家分享 但其实企划更早之前 林桑峰老师他们拍完 城市的远见之后 拍完之后 因为受到的回想很好 然后大家 然后等于那部纪录片变成 社区营照啊 然后或者是 在学校里面的教材 就不管在社区或在学校里面 只要讲城市发展啊 都市规划 变成教材 是要非常好的好评 那公司就有说 那是可以拍第二季 那那个时候 老师也常说 就是那个时候 好像是921过后 然后老师也进到灾区去 重建了是 就看到了 就是台湾的发展 的重心 应该不是在城市上面 就重点不在那 可能 未来的发展重点 就是 应该可能是农村 所以他就想说 那应该不是 城市的远见啊 就是农村远见 所以其实企划 从大概2008过后 他们就已经开始 陆陆续续 找了很多专家 在想 那如果是以农村 为主体的话 那我们应该要找 哪些故事 才是对台湾 观众最有启发的 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就隔路在很多时间 因为毕竟是一个 很大型的企划 然后要去跑 全世界各地 十个地方 那应延续 计会直到2015年 然后开始开拍 那其实也正是 那个时候也正是 台湾在讨论 农村 新农村这件事情 最蓬勃发展的时候 所以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所以或是像 农地农用的这些议题 正是大家开始关注 然后有点全台湾各地 宜兰开了第一枪 那时候你也人在宜兰吗 是 那个时候我已经回来 大概两年了 两三年差不多 你是宜兰小孩啊 我是我是 在哪里长大的 我在罗东长大 但所以其实 在罗东长大 大家通常不会说 你是乡下的小孩 因为其实罗东算是 宜兰县 齐亚 就是都市里的小孩 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每次只要 因为大家在宜兰 都会有这样的 共同生长环境 就是在宜兰长大之后 到了外县市 就是 你是乡下来的 对 乡下来的 你们骑山猪 骑山猪 是谁 谁说的这样 常常好不好 都说 你们骑山猪 你们亚来骑山猪 太离谱了啦 这一定是那个 台北市区的人 我也有经历过 一旦是离开 台北市的这个腹地 全部一律叫乡下来的 对 没有错 但是也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宜兰人很喜欢讲 自己是宜兰人 就是我们对于 这个地方的 认同是很高的 我们觉得 这个在宜兰的生活 是很棒的 所以我们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 前辈累积下来的 好事 所以让我们觉得 在这边是很有光荣感的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也认为 就是为什么这个 新农村这件事情 就是宜兰开第一枪 我觉得都是有 它的原因的 所以你本来也是一个 都会上班族在北部吗 我在台北念书 念了四年 然后工作了一年 就是我在外乡公司上班 工作了一年多之后 就觉得 我真的没有办法 每天早上进到一个地方 就灰灰的 然后出来又在晚上 然后都在这些格子里头 然后觉得 而且每天看到那些数字啊 代号啊 觉得很 你觉得你跟这个地方 没有连结 就觉得还是 回家再说好了 对 就先回家再说 就不管了 就先回家再说 然后就意外的 就是开始做了一些 社区运造啊 或者是 比较环保啊 低碳方面的工作 也是因为这方面 你关注这个议题 做着这方面工作 所以才会认识了 农村的远见 这个制作团队 像是林胜峰老师 若珍你接手 农村的远见 企划这个工作 是你职场生涯里面 你会怎么形容这份工作 我觉得 就是当然是很好学习 然后对我个人来说的 更重要的影响是 它改变了我工作的重心 让我有机会 静下心 然后或者是 去对我想做的事情 然后去实践 这样子 你是说一个 彻底把你生活节奏 打乱的事情 它刚好可以是训练了你 新生活的节奏 是 这个等一下后半段 我们会来深论这个部分 到底是怎么衍生成这样 其实就是若珍后来 也自己开始种田了 那先说说 农村的远见 这个拍摄工作 因为我们从12月4号 会开始在公示的首播 看到第一集是 印尼巴厘岛 千年的智慧苏巴克 从这样子 每周二的晚上十点 会陆续看到五集 你在这系列的 节目企划里面 我们当看到 这样子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非常震撼 我自己关心农村农业的议题 做这方面节目 就是三四年 觉得能够看到一个 自己关心的之外的 一个农村的视野 然后他们千年的智慧 天哪 就是除了画面 美轮美奂的那种震撼之外 就是你们呈现出来 说故事的方式 接触的 去听在地的人 各个领域的人 传述出来的这些智慧 都是令人震撼跟感动 那你自己在规划 这样子的拍摄工作 所谓的企划 你在意的是什么 你们团队里面 企划的重点会是哪些 我们在乎的点 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是 这个故事 是否符合 永续的概念 不管是 人跟人之间 就社群之间的永续 或者是经济上的永续 或者是生态上的永续 那另外一个是 这个故事是否 已经是一个 我们很少去挑那种 五年内的故事 什么意思 就是这件事情只发生五年 就是为什么200奖 没有在我们的故事里头 好 先澄清一下 就是 通常我们都会挑一个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大概十年 二十年 甚至这个像巴厘岛 这个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 历史的故事 因为我们认为农村不比都市 它其实是一个很长的累积 在历史长河当中有累积 那只有经过时间的淬炼 然后我们 因为我们不想要就是 挑了一个就是泡沫 可能两三年 它就可能 尤其是新农嘛 很容易有这种情形 它可能两年之后 它就 哦 它就要退缩了 可是不是坏事 就是这本来就是在发展当中 容易出现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 想要让大家可以十年之后再看 二十年之后再看 都能够从这些故事里面 获得到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 主要是 首先是一定要符合永续的概念 然后接着呢才是 然后通常这个故事 都会是有一段时间 催炼过后的 那作为企划 但我不可能自己一个人 我没有那么厉害 一个人就可以知道 这些故事 我们其实有很坚强的顾问团 所以很大的挑战是 我们能不能够 像你看到巴厘岛那一集 你发现有很多很多人物嘛 所以我们要 如何让这些人的时间 刚好都能够落在我们那 两周去的时间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更有趣的事情是 就算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 我们到了现场 常常也都会有发生 就是 这故事实在太有趣了 这个人实在太有趣了 Go 就是我们就马上 加码就去拍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制作人 还有导演 他们就会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他们就会知道 好 就是这个故事 这很值得追 然后我们就会 整匹人马就拉过去 这样子发生的频率高吗 我只能说 我们导演跟制作人 都是非常求好心切的人 他们觉得 就是不能放过 尤其公事 好不容易 给我们这么好的资源 然后给我们 等了这么久才有这个机会 就出来这两周 当然能够把握的事情 都要尽力的把握 对 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我好奇一下 主持人就是 那你觉得 那个 巴厘岛里头 你很喜欢 最就是 哦好感动的 的哪一个 他们在下着暴雨的时候 就是午后雷震雨的时候 他们就趁着那个时候 进去一个 很美的那种 木建筑里 就是他们在地风格的 凉亭 然后开着会讨论一下 大家交流一下 最近的农事的状况 觉得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 农村运作的模式 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看着宜兰 在地 可能就觉得 不有靠嘛 就是不有靠 这样的东西 可是那在地 他们是用那样的方式 而且是 觉得农民之间的 参与感好高 那再来是 很感动于 有各个例子 真正的例子 那些 所以我就 刚刚你在说 你得要去打点 那些先要访问 那些 我就觉得好佩服哦 而且就是 语言的问题 然后你们又不是 在地生活的 可是它能够呈现的 那么落实在 听见最真实 当地的声音 还有让他们说出一些 我们如果不是 到了当地 我们即使去聊天 我们都可能 聊不到的内容 巴厘岛过去 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观光圣地 我自己也没去过 可是那里 我从来不知道 原来它有一个 这么深 这么重要的 农业智慧的价值 在那里 这件事情 你自己有震撼到吧 有 其实在做 这个功课的时候 确实也抱持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去巴厘岛 那不就是一个 度假的地方吗 那就是一个躺在 Villa Villa里头 手泡着海 脚泡着海水 对 就是这样的地方 但是确实就是 这个纪录片 也给我自己很多这种 就是到处都是故事 就是我们真的要 我们是不是有那个机会 跟那个眼睛 去看到这些故事 这也是这个纪录片 交给我的事情 所以那我们就直接 可以了解一下 那你到底拍完纪录片 自己内心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就跑来仲田 首先是纪录片给我 刚刚说了 纪录片打乱了我的节奏 它看我就是 不是那种 朝九晚五上班族 会有一些时间 是抓在自己手中的 然后你当然跟着 很多人去看了 这么多故事之后 你就会心痒啊 你就会觉得 好像仲田就是一个 你知道就是 又是千年智慧 然后又是 然后又是自然农法 然后土地的力量 你要相信土地的力量 然后又有国土规划啊 什么之类的 我就觉得 那我作为一个 有余裕的人 就手上有自己的时间的人 我甚至也能够 做一些事情 然后加上我们又在宜兰 你就会看到正是 农田守护啊 青农啊 大家都 即使住在身边 你就觉得没有参与这个盛会 很可惜 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我们因为在寻找案例 所以我们在全台 找适合的案例 那时候我们就在访问 文泉大哥 两百甲创办 杨文泉 杨文泉大哥 那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 有一些事情 是你到田里才看得到的 那真的是只有你 进到田里面 从事了这整个稻作 你才会看到的世界 那田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世界 嗯 然后我心里想说 寄不得 寄不得 我就说文泉大哥 欧仲田 请给我一块田吧 那其实我已经 那个时候看两百甲的运作 已经两年 两三年了 然后 我又在宜兰 我真的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借口了 我觉得 可是我其实还是担心 经济上的事情 经济上能不能够永续 或是你能不能够卖出去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要结婚 我就打着就是 没关系 我到时候米种起来 倒是卖不出去 我就是当喜你用掉啊 对不对 多好 就不用担心 是这样 只打算种一期的意思 是不是 因为婚不可能多结几次 不是 因为当下就是 因为我就是害怕嘛 我就是 我就是害怕这个事情 会不会 不会太耍 所以我就 有了各式各样的借口 都没了之后 我就决定一起来种田 那种田之后 再跟着出去拍摄 我有一个很深的 那个世界对我来说就是 我开始种田之后 我身边的人 开始因为我的改变而改变 比如说好了 比如说我 如果跟我阿嬷讲说 阿嬷 这个一斤的米都是卖八十元 友善大概大部分的人 都是这个价格 他就会说 我为什么要吃一斤八十元的米 那一斤买一斤二十元就有了 为什么要买八十元的 但是因为他爱我 因为他疼我 所以他当然 又会帮我介绍 然后也吃我这种米 而且比起市价 他还问说 你这个没有农药 没有化肥米怎么可能好吃 就是这怎么可能种得出来 老人家就是不管你说再多 跟他讲多好的理论 他们都是不会听的 你就做给他看 让他吃到得到 他才会相信你 那 其实我家自己也有甜 但是我阿公就听到我 我又是女生你知道 他就会觉得 你就是女孩子在干嘛 送你去大学念书 不是为了让你当农夫啊 就是 你脱得到这边去啊 就是这几句 就是这样 对啊 经典就是这几句 可是你刚才讲 太多理论啊 你把它搬类轻松啊 博士也有种田啊 那个都没有用 他就是 那都是别人家的事 不是你 那他们就因为我开始种田 有了一些改变 那这也给我在看农村 或者是台湾农村的问题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 就是我们其实像 我们去拍绿星 去拍巴厘岛 去拍怀阳香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 尤其记得怀阳香的故事 就是大家都对 这个农业或是农村的重要性 的共识是很高的 他们都认为 这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像林松永老师也常说 他们 他们他认为就是 农村不是成为 都市的预备地 然后农村也不是 都市垃圾的垃圾场 就是农村的发展 它的神圣跟自主性 就农村有自己的路要走 他就是 他如果是人 他就是一个人 他有他自己要走的路 不是全部的人 都要变成都市这样的人 那为什么我们自己 或是在农村现在 大家有这么多 不同的讨论呢 尤其在宜兰 就是我们常常是说 我们每次看到 那个NAPA说 哇塞 他们在40年前 1960年代就已经有办法做那种农业保护区 就是这一块只能农用 别的东西都不要紧来 他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个事情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我后来就觉得就是那个共识 我们还没有足够多的人认为农业 或者是农村的重要 那既然你不觉得这个是重要的事情 你当然就不会有后续的政策啊 后续的法规啊 继续往下走 就算有 就算有 也不可靠 不要说别人 你自己看我们南洋平原的农村 难道没有法规管吗 不是啊 就有法规 那你要怪 你要怪 延安县政府的承办人员 执法不张吗 那就不是那个问题 那就在于 我们还没有足够多的人认为 这个事情是重要的 那要怎么样让这个共识能够提高呢 同温层永远就在同温层里头 那个更多人这件事情是很难扩散出去的 只有 比如说像我这样子 就像我阿公 他身边出了一个奇怪的孙女 跑来种田 他才会觉得 哦 这个事情是有可能 他的生命中要有这个人出现 那 这也是我认为就是 我自己来种田 虽然是半农半XX 这个农的比例还有点小 但是我还是认为是很值得的 那这也是我觉得我们拍这个 纪录片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把窗户打开 让大家看到就是 其实有很多人 认为农业是重要的 一个 但是这个思考的契机就是 其实农业是重要的 农村是重要的 外面有很多做法 是不是我们也有可能 开始重视 正是农村发展的重要性 阿公把田给你做了吗 有 他终于 这也是我想要说的 就是你一定要先有行动 然后有耐心的 去影响你所爱的人 然后等待一个机会 你知道我阿公今年是被什么惹毛吗 我觉得 因为今年丰收所以股价不好 对对对 所以那个 我们家帮我们耕作的那位 长辈呢 那位阿姐呢 就少给了田珠 而且给了一个很奇怪的数字 就是那个Kimochi很不好 他说 animean animean 我们自己做 我们不需要你的协作了 我们自己来 我们家自己有孙女会来耕作 哇 然后我就等到那个机会 我又不用去说服他 他就是看我每天就是 因为我今年草顾的 我的田不是顾得很好 所以我田那个草长得很旺 所以我每天就是 最后要收割前 就是每天五点 五点要出门 然后七点回来 然后下午再一班 就是两班去除 不然来不及了 他就看我这样子很辛苦 然后边骂 可是他们就记在心里 就觉得 无灵精啦 无灵精 我过来 那你闪 这样子 他就知道你不会 弃这块田于不顾 他就愿意把 把这个信任加在你身上 然后让这个两分地 惯行了二十年以上的田 愿意交给我 来做我 因为他知道我种得出来米了嘛 他就愿意交给我 那我认为 说改革者嘛 也不是 就是你觉得 想要往前走的人 你只要持续地做 然后等待一个机会 改变你身边 你爱你的人 那那个共识 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就会 这重要性就会被看到 也唯有如此啊 而且就是要时间 没有办法 我们像我们走到 像Napa Napa也是四十年 然后绿星更是一百年的事情 自然农法其实也走了一百年 巴里岛更是上千年 所以我们 每一个故事都是花了 他们里面的主角各式各样 从农民一直到政府官员 到费尼组织的倡议者 和商人 大家都是走了很久的路 才到他们现在 我们看起来好像 很威很厉害很美的境界 那我也有时间才有办法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给台湾的观众 要推荐这一系列的 纪录片的话 我觉得当然它就是好看 然后你会得到一些 你自己在看的当下的解读 但身为整个节目系列统筹企划 你会想提醒大家特别 还要再多注意一点什么吗 在看的时候 或看完之后思考的事情 首先是 大家愿意看我们的节目 要看得完 要看得完 不是要看得完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我们虽然可能在讲一些 很深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不去想这件事情 这还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然后在看完 我希望观众们可以认识到 我们很想要说的就是农村 它有它自己发展的路 就是不是每一个农村都要变成都市 就是 就好像你不可能要一个喜欢画画人去念数学啊 就喜欢数学人就去数学 喜欢去国文就去国文 就可以了 就是然后 那对于 现在就在农村里头 努力的 各位伙伴们 我也觉得大家不要看完 就是很生气 就是觉得 或者是很挫折 觉得我们台湾都走不高啊 就是 就是我们怎么会如此的悲惨 或者是我们怎么会 这么的 或者是对自己觉得 我们来不及了 台湾不可能 没有用了 但我觉得 是可以稍微一点点这样的想法 但是其实我还是要再说一次 那都是人家花了上百年 就是十年 二十年 四十年 才做到的事情 然后 然后我们这么说好 我们台湾的农村运动 开始有十年吗 可能十年差不多 但人家都是花了更久的时间 就是 就是如果你 我们如果 如果我们认为农村发展是重要的 确实也是重要的 它是生产啊 就是都市如果没有 没有农村 它根本就 就无法拒走下去 然后加上 加上农村又是生态 跟发展之间重要的那个交界 我们讲 里山啊 里海啊 就是那是这个 这么重要的地方 那 一定值得我们有更大的耐心 花更久的时间 去影响我们能够影响的人 那一个牵一个 一个牵一个 搞不好 二十年后 就成了 后面就用这个笑声 我们带着一点点希望 我觉得你刚刚提醒很好 就或许看完以后 心里会有一些失落 就想到自己 我自己确实也会这样想 就哇 真不容易 台湾还有可能吗 总是会想这个 然后若真竟然还是可以 想出鼓励我们的话 我还有一个想要说 就是 其实每一个挑战都 都还在继续哦 巴尼岛 在变成文化遗产之后 好像取得了一个 很高度的成功 但是因为 世界遗产的关系 也让观光业觉得 就是你知道 要变成更多的认识它 更多蜂拥而至的观光人口 就涌进巴尼岛 到目前为止 每一年 巴尼岛的观光数字都在破记录 但给环境很多的压力 这是他们要面对的挑战 巴尼岛 巴尼岛我们在故事里面呈现 是他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 其中一段 但现在他们也还在挣扎着 自己的路要往哪里走 要变成慕尼黑的卫星城市呢 还是自己去走自己的路 他们也还在路上 绿星也是 绿星其实我们在画面里面 呈现它很美好的那一部分 但它其实也还在挣扎着 就是绿星从一百年前到现在 每一年都在持续的缩小 每一年喔 荷兰的绿色核心 对 看起来你刚刚讲三分之一的台湾 但是每一年都在缩小 就好像南北极的那个兵 是 兵山一直在缩小一样 是面对人口成长一样 它还是每一年都在缩小 然后NAPA河谷 NAPA河谷好像也有它的挑战 它也有它的挑战 一样就是你想想看 NAPA现在每一年都要面对 那个野火的事情 每一年都在烧 它们都有它们自己的挑战在 那不是说它们取到那个成功 就没事了 也就是说就是就算有一天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有我们的挑战 然后我们到了它们那个地方 有它们的挑战 就是这个挑战是永远都在的 永远都要努力的 而且都是追求卓越 追求好还要再更好 那就是想做事情 想做事的人永远很多事情可以做 那那个往前的道路上 大家就是一起努力 而且就像你刚刚一开始有讲 其实这个节目就像开一扇窗 让大家看看 其他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 怎么样传承 然后或者怎么样变革 或者你说的 其实它们也还在拼 也还要为了要维持 可能那个要付出的心力又更不一样 所以好 但是你还是会继续种田是吗 会 我明年第三年的春根还是会思绪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 你就是投洗一半 好不容易爷爷愿意把田交给你 你当然是赌上名誉念要 就是奋力战啊 就是你好容易促成这个改变 而且我也觉得就是 一个改变会 逼着你要继续往前走 就是没办法 就是你难道能够失信于阿公吗 当然不能啊 很高兴今天访问这个农村的远见 幕后的企划 竟然可以听出后面这一串故事 谢谢周珍 谢谢 谢谢 小市集大通路 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安娜拉佩说 我们每一次的消费就像是一张选票 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 今天要推荐给大家 在美农即将举办的小地艺术日 小小的地方的艺术日 这是结合来自四面八方的缘分 用很慢的速度酝酿成长 才开展出来的成果 有野地音乐会 邀请了像黄伟节 中桥 还有游阿嬷乐团 还有律食浴工作坊 冰的小农好食材 还有食物森林 艺术装置 手作艺术市集 甚至还有半斗耶 12月8号和12月9号 礼拜六礼拜天 这两天一一上菜 关于在美农举办的这场小地艺术日 详细地点是在美农区 广林里广福街 152项60号 欢迎南部的朋友 把握这个机会 当当累高了 特地来这里玩哦 农村的小旅行重要的不是要吸引多少外地人来 重要的从来就是农村的每一位居民 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 就像今天来宾宋若珍 看见国际间那些有远见和永续经验的农村 拜访那些生存故事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故事里的主角们追求的 都不只是眼前的成功 而是为自己和下一代做更长远的打算 他们的目标是追求经济的永续 环境的永续和社群的永续 这样的远见 在每一个农村里 用不同的方式被实践着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如果想关心更多农村农业的故事 可以在网路上搜寻四个字 米米之音 稻米的米米米之音 下礼拜一帮老五点二十分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